三之四 国族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 这个顿教法门 六族的这个顿教法门 从一个般若 然后产生八万四千的智慧 何以故 为什么要产生这么多智慧 为世人有八万四千成老 我们凡人有八万四千的烦恼 所以才要八万四千的智慧来处理这个智慧 若无智慧 智慧常现 没有智慧的话 我们智慧都时时刻刻呈现 不离智慧 都不离开我们不生不寐的真心佛心 物此法则 即是无念 能够领悟这个顿教法门 就是无念 没有念头 无念 无着 不起狂妄 都没有念头 不起心动念 所以没有义 唯义 然后也无着 不着相 不起狂妄 就全部都是真 不起那个妄 那么用真 自真如性 用自己本性 那个真如性 以智慧来关照 以一切法 不取不舍 所有面对的万法 我们都不喜欢不讨厌 不取不舍 没有取舍 没有取舍都不造业 即是 见性 成佛道 所以这个六尺 苦口婆心 就是要我们都能够成佛道 能够成佛 上之四 若一入圣生的法界 及般若三昧者 假如说我们要进入圣生的法界 就是很深的 我们那个不生不昧 佛性本体所住的地方 那个法界 以及般若三昧 妙智慧的正殿 三昧就是正殿 三昧是万文 我们中文叫正殿 所以我们要有 那个妙智慧的正殿 时时刻刻的妙智慧都在 那个叫三昧 我们可能启发以后 有时候呈现 有时候不见 所以没有三昧 那假如说三昧 时时刻刻都在 那个叫波罗三昧 时时刻刻都是有智慧 那个叫波罗三昧 那么西修波罗行 一定要修波罗 波罗就是离相 有妙智慧可以离相 那么离相就可以成就 可以成佛了 持送金刚波罗经 就是要我们来持送金刚波罗 金刚就是我们 不生伯昧的真心佛性 它就好像金刚 它可以破坏所有念头 不会被念头破坏 我们有没有按照这样做 我们时时刻刻都被念头牵着走 被念头破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六祖讲的意思 就是要我们启发我们 那个不生伯昧的那个真心佛性 用那个佛性来主宰 这个叫做送持金刚 波罗经 能够送持我们 这个不生伯昧的真心佛性 它就有波罗庙智慧 那有波罗庙智慧 就可以脱离苦海 所以启发波罗很重要 那要启发波罗 一定要认识佛性 不认识佛性 波罗无从启发 那要认识佛性 就要把环城所有相都去掉 所有相都是假的 假相都去掉以后 佛性就出来